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江南亚NURM频道 由今集开始 我们会和大家分享 南海十三郎的艺术人生 南海十三郎 原名叫做江玉柳 1910年3月3日出生 1984年5月6日逝世 南海十三郎又名江玉柳 王彪 他的字叫做江霞 另外号小兰齋主 别号就是南海江峰 另外他的艺名就是南海十三郎 一般人称他做江十三或十三哥 他在广州出生 组织是广东南海苑 他就是1930年代 粤港澳著名粤剧作家 他的代表作包括《深星雷影》 《女儿香》 《燕归人未归》等等 他的弟子有袁准唐迪生等等 南海十三郎又有一个女儿 叫做王菊湘 江玉柳就是清末汉林江孔恩的太史 第十三个儿子 而且还是影声梅耳 和食家江献珠的叔父 然后我们就详细和大家分享 十三郎的生平 江玉柳就是清末汉林江孔恩太史 第十三个儿子 他的妈妈就是江孔恩第六房妾氏 杜秀兰 在广州黄沙虫贵西街分娩之后 他妈妈分娩之后去世 后来江玉柳即十三郎 由他的伯母姓周 周氏养育 到两岁 他曾经跟过江孔恩 迁往香港兼道七十五号居住 后来无奈 又回到广州河南 和德里的太史帝居住 江玉柳幼年的时候 在太史帝里的兰齋师属读书 他的老师就是著名余学 何天虎、陈桂生等等 学习京史 十岁入读南武小学 诗从胡奉昌等等 此后江玉柳先后入读过 私立的岭南大学附属中学 广州私立中德中学 香港御科书院 香港华人书院 其后再考入香港大学 收读医科 其中江玉柳早于广州求学的期间 就已经因为学校的宗教背景 而信奉了基督教 并且受试成为教徒 在1924年 香港御科书院 邀请环球乐剧团议演 当时班主何浩泉 请了江玉柳做编剧 江玉柳于是将沙士比亚喜剧 《佳大欢喜》 改编成为粤剧《寒夜宵星》 这也是江玉柳所编赞的第一套粤剧本 在1929年 江玉柳加入了由粤剧名领 涉角仙所创立的 《郭仙星》剧团第一届戏班 并且开始起用艺名《南海十三浪》 同年由香港大学退学 打算转校到北平协和医学院 后来因为事故留居在上海 直至1932年回到广州 在1930年 凭着创作《深星类影》 揚名省港 1938年 廣州沦陷了 因为大战的原因 江玉柳跟随她的家人 逃难去到香港 曾经与某女子同居 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后来起名《黄菊商》 历年江市受到赵如林的邀请 去到广东 加入了省立艺术院 偏赞《平庸杖下歌》等等 这些抗日月劫 时间去到1940年 当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汗云 聘请江玉柳担任战时月省参议 江玉柳改名叫南海江峰 第二年江玉柳北上曲江 跟关德兴合作编剧 1945年8月 江玉柳又回到广州 不久又有朋友邀请她去香港办保 半年后她又乘坐火车回回广州 她途经罗江时突然被人推跌 并且跌伤了头部和脊骨 后来送去河南广州市 红十字会医院留意 好,分享南海十三郎的历史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南海十三郎的历史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和阿Lam频道 下条片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